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林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地鐵模擬器 大家看到我現在的錢有669塊錢 哈哈哈哈 也就是說 我非常足夠去租下一棟公寓了對不對 那我現在這一棟公寓 我還有多少天呢 大家看我其實還有四天 我其實還有四天可以住在這裡 也就是說我不管怎麼說 我總共只花了一天 然後我錢都已經賺 這邊有一個AUTO 說要不要可以自動讓你去續租呢 我這邊是關掉 當然也可以打開 他就會自動扣錢 然後你就可以一直租在這裡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升級了好不好 就不用去管這個了 然後我現在神智不清的狀態之下對不對 我要去出門看一下 我現在除了出門之外 對沒錯 我現在還得稍微吃點東西 然後喝點東西 把這些需求都搞定了 但是我的神智不清 也就是說我這個人可能 這些太久沒跟人說話了 導致我這個神智不清 可能會有點瘋瘋癲癲的狀態吧 是說 不過上次遊戲結束到現在 我也去多開了四趟還是幾趟地鐵而已喔 然後錢就都賺到了 錢都賺到了之後呢 然後我的這個神智 居然就已經跌到了這個程度了 相當的可怕喔 所以我們現在的狀態呢 10點突然之間到了 現在晚上10點 我呢已經進入一個神智不清的狀態了 這邊看到沒有這個肥警察在這邊走來走去的喔 那我現在呢要喝水對不對 喝水之外呢我還要吃東西 可是我現在能吃的東西呢 喔這邊還有熱狗跟那個 所以可以吃個薯片啦 反正這都很便宜的東西對不對 薯片也都先吃一吃好了 這個糖果棒其實也都是很便宜的喔 然後稍微喝過水之後呢 我們應該要再去一下酒店了有沒有 那這一個應該說夜店吧 那這個就是那個警察嘛 他朝那個方向過去了 不是有一個老兄說他想要煎魚可樂 但是他實際上要的是酒嗎 我們拿煎魚可樂給他看看到底是不是他要的 當然還有一點就是我要測試 像我現在已經神智不清了有沒有 我現在神智那一條呢 已經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應該還有一點點存在 那我們都誰都不講話 我們付了錢就直接進來就對了 沒有錯 所以進來之後呢 我交易的話會不會也突然之間就那個啊 喔就是他嘛對不對 大家看 剛剛那個警察明明走是反方向 但是在這邊呢 他也還是出來了 哈哈 好總之我們在這邊呢 他是說他想要煎魚可樂對不對 上一次煎魚可樂在這裡 4塊錢 他真的是需要煎魚可樂 好他沒有說謊很好 那我的神智應該不會因為我賣東西 然後就增加吧 那這個呢可以賣12塊給他 雖然我都已經吃到只剩下最後一口了 但他還是用12塊收購 啊我的這個 神智會上升的 我賣東西神智會上升 好吧有點危險喔 那既然如此的話呢 賭博會不會導致那個 神智上升之類的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我們應該也稍微來試一下吧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多少錢來著 反正我這一次的存檔我相信也一樣 欸 可以賭這麼大的嗎 可以賭這麼大的嗎 我們600塊 定生死吧 我們的比較高級一點的公寓 600塊錢 一把定勝負 等一下 等一下我現在可不能倒下去啊 我突然之間 居然才第一把就直接拿到了 BLAGE JACK 直接贏了600塊 1274什麼 等一下 我決定了 我要去多跟人講話 就跟你講話了 能跟他講話嗎 他居然不能講話 怕我賄賂他嗎 等一下 那我們就不要嘗試了好不好 什麼神智不清對不對 啊不對 我知道為什麼了 像這種東西對不對 我們都是要在神智不清的狀態之下 才會有比較多的那個靈感 對不對那個靈感一來 我們的賭博能力就會提升 所以我們應該要在神智 在完全喪失理智的情況之下 只靠自己的靈感來賭博才對啊 我剛剛突然之間又恢復一點理智了 代表我現在呢 很有可能應該還是會輸的 當然我的理智還是沒有很高 不過呢我們 我這次呢就只賭5塊錢好不好 5塊錢就好了 好所以呢 沒有想到我賭了個5塊錢之後 還OK 還OK 20點 20點我們就20點就好了 他居然21點 大家看到沒有 我輸了 我20點都輸給他 他剛好21點 代表說我的神智稍微恢復了一點之後 我果然就開始輸了 果然應該要在神智不清的狀態之下才可以 現在是8點來吧 來一張 18點位置好就這樣子了 他17點沒關係還是贏了 OK 這個的話呢 各位 其實是可以用那個 賭取大法 然後拼命的跟他來賭的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有1200多塊錢了對不對 其實我們可以租還租不起哦1500哦 我太小看他了真的 等等那這邊的最最高賭注是多少來著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邊最高賭注是多少 還是說我的錢有多少反正就可以壓多少也不管那個最高賭注 哦最高賭注是1000哎 我們要1000就直接貨出去了嗎 直接貨出去了嗎 來吧貨出去了 只有13點危險 危險 20點很好就20點 我們贏了1000塊了 贏了1000塊了 哈哈哈哈 他爆牌了 他23點他爆牌了 哈哈我的天 我現在有2000了 什麼 賺錢是這麼容易的事情嗎 哈哈哈哈 真的是 賭博大亨耶 直接可以租得起這個 可是下一次就不一定有那麼好運了 而且我們人生呢 要腳踏實地 一步一步慢慢的來好不好 所以我們應該呢還是應該先租這個才對的 但是我們現在這裡 還有4天所以我們應該 剩3天了剩3天了 這邊只剩3天了 所以我們應該呢還是好好的腳踏實地好好做人對不對 好好的賭博才對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呢 這個心臟呢需要蠻大顆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 等一下我現在進來這裡面之後 我能賣的對不對像這個狗可以賣給他我就賣一下對不對 能夠賣什麼我還是稍微賣一下吧 那個比較輕量的煙好像應該是他要的吧 這個這個女的他的好像錢超多的對不對 12塊他絕對都會要的 所以我們這邊呢也是 慢慢的能夠好好的賺一些錢起來也是很不錯的 他這邊呢也有7塊錢的煙我先跟他買了吧7塊錢的煙跟他買了之後呢也一樣 可以18塊錢來賣給他吧 他超有錢的真的 所以進來呢我們又是拼命的賺錢當然賺最多的呢 終究還是只有賭博所以2350塊錢了 我在那邊那麼辛苦努力的開那個地鐵 不曉得開到什麼程度都賺不了那麼多對不對 但是我是不是應該還是繼續維持著神智不清的狀態 好吧我們去買點壽司吧因為壽司呢 你吃到剩下最後一口的時候你還可以 用那個額貴兩塊錢的價格賣出去啊 好所以這邊呢很簡單要跟他本人講話嗎 我看他本人要不要一些什麼啤酒他要耶 只是 我剛多少錢賣給他了我也不知道 我忘了看了反正就點了就對了 好吧所以這樣子我們 不要讓什麼神智不清然後讓自己最後倒下去之類 我看他大概就是讓我這樣輕鬆的倒下去而已吧 買一個買一個各種壽司呢全部都先買一個再說了對吧 當然這邊還有很多其他莫名其妙的食物嘛在這裡有包子啊 飯糰啊其實還蠻想要買一下的對不對 這個飯糰呢還是買一下好了 這個反正現在都已經這麼有錢了嘛對不對 然後 一些什麼 包子 包子也買一下吧 所以我們現在能吃他們 他們也是有次數的耶 所以我們也是可以吃個兩次之後 而且這個補一次補還蠻多的 不過呢 不過我喝水呢居然還是要在路邊然後使用這個東西來喝 等一下 比較高級的住宅裡面難道不會有自己的飲水機嗎 我不知道 這個要到未來才知道了 我們現在呢 還是要繼續過著這種客難的生活 不能讓別人隨隨便便知道 我是個賭博大亨啊 我是個賭神啊 突然之間就賭到了這麼多錢了對不對 這邊的話好像都不會更新了嗎 還有一點就是我20塊錢的入場費是不是一整天都有效 喔有東西可以拿了耶 居然會 更新了耶垃圾桶更新了耶 哇垃圾桶更新真好我們又可以翻垃圾桶了 一個賭博大亨居然會一直不斷在這邊翻垃圾桶居然會有披薩呀 太好了太好了拿拿拿 有人會需要披薩的我知道 那個警察他就需要披薩了 就在那邊了就是他了 可是我現在可能追不上我怎麼覺得我走路速度變慢啊 好啦我想我還是讓我們回復我們的理智好了啦 所以呢我們就找這位老修來讓我們回復一下理智吧 瘋狂的跟他對話就對了 所以這好像就是一個什麼呢 神經病對不對 突然之間發了風之後說 我太久沒找人說話 我瘋狂的找人說話 然後我的神智突然恢復了正常 然後有一個倒霉鬼站在這邊聽我講了一大堆廢話這樣子 好了然後就可以 他這個會有一個轉換場景嘛 所以可能我只要從這邊出去之後 我就要再重新付那20塊錢了吧 我們進來看一下就知道了 是不是要重新付那20塊錢呢 是的沒有錯 所以這位老兄呢 我們再跟他買他1塊錢的熱狗吧 既然如此的話呢 我們還是好好的認真的 好好的努力的工作一下 對不對 雖然我們好像已經不太需要工作了 突然之間這個錢呢 已經租得起最高級的公寓了 神智不清的狀態之下果然是最強 所以現在呢我有2300塊錢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地鐵這邊呢 我其實只能下544 我就可以升級了 也就是說我應該只要再開三趟 我就能升級了 我應該是要先去開這三趟了 好的 這個恐怖等級呢 高 我們呢 大家不要擔心 我絕對 是好好的開完這三趟 應該就可以升級了 我猜啦 我說實在的 這開一趟大概要花個6分鐘 5分鐘到6分鐘左右 然後呢就賺這一點點 然後180點 所以我還差364點 所以如果接下來兩趟都是184點 我還差4點 搞什麼鬼啊 都只賺了90塊錢 好吧 好吧果然 有沒有 努力工作還不如去賭博 是不是 這遊戲怎麼變成這樣子 但是呢我們即便現在很有錢了好不好 我們也千萬不能夠因為 什麼很有錢 就 不努力工作 是不是 我們這個人還是要很有上進心的 好第二趟結束 第二趟結束186 剩下178 很好 剩178也許下一趟真的可以升級了 好終於 三趟都結束了 清啤酒清瓶酒清量級的煙 180升級了 升級了 耶 只賺了90塊錢 但是升級就是高興了對不對 好吧所以我們有一些那個生理上的需求就要搞定了 我們的口渴啊 我們的飢餓啊 我們的那個膀胱啊 我們的衛生啊 還有我們還需要睡覺 乾脆吧 乾脆吧 我們就直接 他說我還沒有那個 我們就不用走那麼高樓嗎 還要走到四樓去對不對 我們乾脆 直接把600塊的這個給他租下去就對了 那這個呢 我們不要自動租嗎 不要自動續約 那我們就把這個600塊的 沒錯 我們先租了這個600塊的 然後呢自動續約我覺得也不用開了 因為我們接下來應該就會直接跳到下一個去了 當然可能是要等我們有辦法 賺到一堆錢的時候再說吧 但是我們終於可以進去了 Maple House 我們成功的進入了全新的屋子裡面去了 哈哈哈哈 現在呢不但讓我們自己呢 路線升級了 等級升級了對吧 而且我們一點就進來了有沒有 我們從 不對我們一點就進來了嗎 這邊是嗎 這邊是嗎 怎麼這麼多房 我怎麼知道哪一間是我的啊 所以在這裡還是 這是莫名其妙啊 這個也不是啊 我我該不會還要搭電梯吧 等一下 這個也不是 這也不是這個呢 都不是什麼 等等我等一下看一下 他是有編號對不對 他意思是我進來 然後我要先搭到他的他有號碼嗎 他有寫號碼嗎 10樓啦我要搭到10樓去了 10樓才是我家 我還得搭電梯喔 不過也蠻酷的 真的還蠻酷的 要搭電梯了 終於 10樓 我雖然點了10 但是他 我如果點3那邊他應該是把我送到10樓吧 我不知道 10樓到了 100 他現在這邊就有1004是不是 剛剛是1003還多少 我忘了他有說是100多少了 沒關係 每一個都給他點一下 都不是 這邊可以看得到別人家裡這邊還漏水 這個人家裡漏水 這邊有特殊的聲音 對 特殊的聲音聲 這間有特殊聲音聲 我到底是哪一間 1007喔原來如此 我再去看一下別人的 好像都沒有其他的都開不了了 只有一個比較奇怪是有漏水的 然後還有一個有聲音聲的 對沒錯我們就進來我們自己的屋子裡面吧 終於這就是我們全新的屋子 都沒有可以喝水的嗎 這看起來已經蠻高級了 還是沒得喝嗎 有兩個房間 啊不是這是一個儲藏室而已吧 然後我進來這個儲藏室呢 我還得開手電筒就對了 那這邊呢 我們的 乾濕分離 還是一樣照不出我 好那我們先尿一下尿 既然是乾濕分離的 我們就來洗一下吧 我們終於有了比較乾淨 稍微還算ok的 屋子了 當然這個主要是我自己原本工作呢 就有辦法來那個租下來的一個地方啊 原來如此 所以我們的主臥就在這裡了 這是我們睡覺的地方了 沒有什麼太多的東西可以點啊 然後 但是呢至少 沙發什麼然後這個一樣 電視是已經長得一模一樣的 我們可以在這邊呢觀看著外面 看不到什麼街上的場景喔 被這一片擋住了 但我們的那個燈還是可以開開關關的 我們沒辦法坐在這上面休息 可是呢 靠著自己的本事租下了這麼一間屋子了 這邊的躺上去可以睡 可是我已經咳到受不了啊 這邊沒得喝嗎 不對我已經咳到受不了 等一下我不要等一下突然間咳到躺下去啊 等一下等一下 趕緊出門了趕緊出門了 去喝點水了 我這個按了反正他都是按下 然後我這個反正我點10 他應該是到1去吧 我點10那邊 他也是跑到1那邊去了 好的所以出來之後呢 我還在左看右看的有點迷路的樣子 所以這一棟屋子呢 還是 還是 有點麻煩是不是 不過呢我們出來了 出來之後呢我們右手邊這邊就有得喝了 啊這是什麼 什麼看起來還蠻高級的屋子 為什麼裡面都沒有飲水機啊 吃包子 吃飯糰 吃壽司 先把壽司都先吃了 吃完吃到剩下最後一格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拿去賣了 好終於喝到OK了 現在的時間 晚上7點 我居然是特地跑出門來喝水的而已 而且是喝路邊的水這樣子 所以剛剛的壽司呢先賣給他一下吧 這個煙呢也可以先賣給他一下 喔警察別走警察別走警察你終於出現了你要的披薩 在我身上放了好幾天了 你要的披薩我終於可以帶給你了 喔天啊終於 賣披薩肉6塊錢賣OK 零食賣3塊錢賣 糖果棒1塊錢賣他居然要包子賣他不要 熱狗賣OK 好太好了 所以我們的路線呢解鎖了中間這一個啦沒有錯 下一次我們可以再來跑我這一次我還要再去嘗試我們先去睡一覺吧對不對 睡一覺然後看看對鬧鐘的部分對不對我們上次說了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睡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起來啊但我們呢一樣啊就是6點 看看能不能被鬧鐘給叫醒或者是我們乾脆收定凌晨4點把自己叫醒好了 來吧現在睡我們凌晨4點能起的來嗎 我們終於租了一個 高級一點的屋子那我們就要進來這裡面我們終於不用再躺那個什麼發霉的枕頭了對不對多好 這邊呢不用不管我就算點1樓啊反正他也是到10樓去 好1007就是我家啦OK的太棒了太棒了 來所以我們可以好好的睡一覺了 躺下去吧 睡吧 等等還沒有4點嗎 已經10點了鬧鐘沒響的嗎 不是4點AM要響的嗎還是說不對 現在到底是 10點PM而已我才真的睡沒多久 他這個也太太 我只睡了三四個小時我就起來了不過大家看至少這個枕頭沒有發霉所以這間屋子呢看起來已經是相當相當棒的屋子了 那現在的話呢 我覺得我們應該再去豪賭一番了對吧 是的我們再一次的過來了我們這一次呢 沒錯 我們把金額直接拉到最大的一千吧就是這樣子來吧 16點完蛋 16點16點很糟糕喔 我實際上是兩千塊啊我們16點隨便再拿一張牌應該會爆掉吧只好這樣子了 不錯他爆了他爆了他爆牌了 三千了現在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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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天啊17點啊沒關係應該會輸他又爆了又贏一千哇塞 4千了能不能贏到五千呢能不能贏到五千了哇他都有點危險了 他13他18點好沒關係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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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輸沒輸沒輸沒贏 14點危險但是我們應該要來一張20點很好OK 輸錢他竟然到21點沒關係沒關係我覺得到最後的我們應該都還是很可能會贏錢的我們又輸一次了 20點應該還是OK的 他有20點哇塞他開始變強了怎麼辦 13點應該要來牌了但是爆牌了 糟了 17點 他20點 等一下 突然之間就輸光光了我只剩下13塊錢了 哇塞果然讀這個還是相當的不容易啊 雖然一開始好像可以贏但是 後面沒有那麼簡單的 是的所以我們讀取了之後現在是有2000塊錢的 然後我們如果想要真的賺到非常的 大錢的話呢 我相信並不是太難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的駕駛等級提升了所以我們可以開一個比較高階的路線了下一集的話呢我們就可以來嘗試一下 總之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地鐵模擬器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喔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